她出身京剧世家 自幼喜爱文艺 她的演技精湛 刻画人物入目三分 她的声音雄浑 富有雌性 令人难忘 本王居住在云南 爵爷住在京城 本王怎么会有幸 认识爵爷呢 可是何世璧 已经落在他人手里 就算安全送回邯郸 也于事无补 我看你跟着令狐冲 没得到什么好处 只学会了口舌招游 她就是演员陈奕恒 从一近四十年 她经历了许多 常人难以想象的魔力 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 她将为我们分享 怎样的一番人生感悟 掌声有请大来宾 陈奕恒 掌声有请大来宾陈奕恒老师 有请大来宾 陈奕恒老师好 欢迎你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陈奕恒老师 这是把头发剪短了是吧 因为拍戏 这演什么戏呢最近 演一个农村的 这戏的名字叫 我们的小康时代 陈奕恒老师呢 其实演了好多戏啊 我觉得可能大家呢 对他的形象比较了解 但是并不知道呢 他其实原来呢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配音 配过了很多很多 大家熟悉的片子 您配音配了多少年啊 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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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13年 你一直在幕后 对 那是因为 是什么原因 就是只能放到幕后 因为你的长相吗 因为您没有办法不在幕后 为什么 是因为我去到TVB 就在香港是吧 香港TVB呢 您的粤语不好 您不能拍戏 哦 也就是说我们在内地听到的 这个所有的普通话 都是配上去的 对 都是我们 我们把它翻译过来 您就是当年给这些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港台剧 然后配了很多音的那一位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哪一个角色是您配的 电影我配了300多部 300多部 电视剧我配了有一万多集吧 我的天哪 经常配的有王伟 郑少丘 有胡锋 大傻 大傻也多 陈奎安 陈奎安 好些 我们这样啊 剪了一小段呢 陈老师的配音作品 咱们一起回忆一下 当年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剧目啊 来 请愿死 也不能让人活活地侮辱 我们要说得起 不能让人看不起 像我大金当年人强马壮 本来可以一举平静天下 就因为岳飞善于用兵 我大金国的精兵 遇到岳家军就溃不成军 按照朝礼 犬子在大婚之前 不方便跟公主相见 所以我们不送公主进去 不过今晚 本王设宴每为绝也洗尘 请大王容夏臣引荐一个人 何人呢 是一个少年辖士 叫向少龙 得此人相助 何时必信保不失 陈老师 配了这么多部片子 那也就是说您当年是生活在香港的 对吗 对 那时候我父亲去的香港 去的香港 身边没人 没人呢 所以我就 你得照顾他 我得照顾他 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语言不通 那您等于是一个 不得而为之的选择 没办法 因为爸爸是京剧的艺术家 对 也想拍戏 爸爸是京剧艺术家 这个梅兰芳先生的弟子吧 对对对 我父亲是京剧四小名诞之一 是唱小诞的 对 那您也一定会唱小诞了 对 我这两下还不如你了 没学是吗 真没学呀 没有 那也就是说 我要早认识你50年的话 现在我能跟爸爸就等于学过 蛋脚了 你哥 王老师 您对陈老师真不了解 上次采访完陈老师 因为陈老师没太讲家里的这些事 后来我们就多方去查 后来发现他们家哥俩 哥哥到今天 依然在这个戏曲方面还是很出名的 是哪一个团的团长好像是是吧 他原来是甘肃省京剧团团长 调到江苏省京剧院当院长 对呀 后来从那调到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咱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儿当教授了 对 退休是从那儿退的 他也是唱歌的 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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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了解 我觉得你是不是以前也 对 他是演员 也是黎元行 是的 黎元行 黎元行 我说我怎么那么喜欢你呢 原来是你身上有戏曲的味道 您当年跟着爸爸一块到香港 在那儿生活了13年是吗 13年 就在去香港之前 您已经演戏了吗 已经演戏了 拍了很多 比如说 那时候拍过妈妈妈流泪 拍过哥萨尔王 哦 哥萨尔王 对 西海人多了 拍了有那么 那时候的电视剧都是上下集什么的 这就已经 也就是说 由于家庭那个原因 您必须去照顾爸爸 您就放弃了您的演艺事业 对 从这个意义上讲 您还是个大孝子 因为我们知道 从后来您的表演的能力看来 您确实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我觉得因为配音对他来说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我觉得这也应该给大家提醒一下 其实能演戏的不一定会配音 不一定能配音 但是能配音的一定能演戏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我觉得这话 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因为我一直说 演戏 我们现在的演戏 我个人 我个人以为 台词 占你表演的60%到70% 对 台词准了 表演就准 其实就是这样 是 我说怎么当年香港的电影那么好看 原来都是你配音配音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 爸爸有徒弟吗 在我们这个京剧界啊 名家里面有徒弟吗 有 有 他都收过谁 我们熟悉的 之前收的这个在 他原来在甘肃省 京剧院 收的那个可能不知道 后来到北京也没算收 但是他交给他了 是这个叫长秋月 长秋月我知道 有印象 就是我父亲到那时候 病到最后的时候 突然 王金禄 王大爷说 有一个好苗子 你给看看 就是我父亲那时候 已经差了氧气了 在家里 差了氧气 他肺心病 差了氧气呢 说那来吧 看看 一看 这孩子 这个秋月呢 鼻子特别好 鼻子他是小派 结果就选了一出 水平山 就就给他说 因为他要干嘛呢 他要参加全国 京剧大奖赛 那一届 中央台的那一届大奖赛 结果就给他叫了叫了 交完了以后 他拿了一个金奖 第一名 今天呢我们 就您这节目吧 一航老师 我再跟您说 现在呢很多人正在忽悠悠地往这走 今天来几位嘉宾 我还真不敢说 因为一般我们是三位 就今天您这节目吧 现在报名的人数比较多 但同时我也告诉您 就是您真想见到的人呢 未必的一定能来 但是您想不想见到的人 他已经来了 反正你都得见 大概这一层 就是说您估计您哥哥会来吗 难说 因为我哥特别忙 我哥哥在给人家排的戏 来吧来吧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边 此时此刻 三次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这个一航老师 您想先见哪一位嘉宾 您觉得那个 今天他会猜到您来的吗 我觉得他可能猜不到 您跟陈一恒老师认识多久了 有十年吧 十年多了 最近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是我们上一个戏 研讨会 在一起 这个一航老师 您想先见哪一位嘉宾 一二三 你看像头写的大字一二三 一二三 你是喜欢二呢 还是喜欢三呢 还是喜欢一呢 你喜欢哪一个就选你 那我站得正正要我选二吧 来吧 一航老师 第一个问题 是男士还是女士 OK 您是先生还是女士 传统问题 他得先看看是不是他哥来了 还是他姐来了 女士 女士 那可能演过您太太吧 这个最近你演的戏里边 跟你搭戏的有谁呢 你怎么非得说演过 那你意思就是说里边是演员了 那也不一定啊 我不知道是谁啊 那你就不要给他这种暗示 到时候万一他猜出了怎么办呢 第二个问题 咱们一块演过戏吗 咱们一块演过戏吗 多小范围了 演过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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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亲爱的 您这也太时尚了 来吧 第三个问题 对戏吗 最近一次咱们是什么时候见的面 哎呀 太聪明了 去年 呀 坏了 因为现在刚刚过年 第四个问题 我家住哪儿你知道吗 住哪儿呀 知道 易航老师 知道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咱们合作的戏 最近有播的吗 没有 易航老师 现在您要说出他的名字 谁 蒙一个 蒙一个哥 王丽可 二号房间的嘉宾 到底是不是王丽可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想不想要第一次听高娃老师 哈哈 没想到吧 没想到 没想到 哎呀 高娃姐多忙啊 是啊 姐姐 给您拜年新年快乐 哎呀